年轻的修行者 他在深山里到场打坐用功 他的师父常常教诫弟子们说 你们如果想修行 首先要借知五欲之心 如果你们能够降服你们的五欲 心不被外界所引诱 你才可以真正达到修行的境界 这位年轻的修行者经过思考 到底五欲对修行人有什么害处呢 有一天他走到放生池塘 看到一只乌龟漫条丝里的爬上来 这时候来了一只野肝 你们知道野肝是什么吗 就是像狐狸一样的动物 野肝看到乌龟就张口要咬它 乌龟把头缩进去 野肝一看见咬不到头了 就去咬他的腿 乌龟 把腿又收进去 过一会儿 乌龟以为野肝走远了 就把头脚伸出来 没想到被野肝看见了 野肝又跑回来咬它 如此反复多次 野肝疲雨奔命 无所获 终于离去 乌龟看到野肝走远了 把头和脚伸出来 继续游水爬行 年轻的修行者看到这一幕 忽然有所顿悟 乌龟的头和脚 难道就不像修行人的五根一样吗 而野肝就像外在的五层欲望的境界 欲望实时在干扰着我们 它要摇我们的头 摇我们的脚 如果我们没有守好自己的五根 很容易在社会上受到伤害 所以不守五根 则外境处处都是会伤人的陷阱 就像这个野肝一样 如此会命就会得到伤害 我们学佛就要先学会 实时守好自己的心 遵守本本 不要让心有一分一秒的放育的机会 记住了 这就叫修行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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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